哈喽大家好,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继续看一下中古七幻战锤当中食人魔这个种族的历史背景 从未来全面争战锤3的角度来看,在死前GW推出的七幻战锤第八版军书当中 目前只有食人魔和魂内恶魔还没有在战锤1和战锤2当中单独推出 因此食人魔这个种族也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战锤3当中首发登场的一个种族 具体关于食人魔这个种族的设定,我打算是分两期视频来进行介绍 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首先看一下食人魔这个种族的背景历史 政治组织结构,经济,以及他们与其他种族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一部视频当中,我会再对食人魔的领主,英雄,魔法,以及他们的普通兵种 具体包含步兵,骑兵,野兽,巨兽,以及战争机器等方面在做相应的盘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简要的看一下食人魔的背景历史 关于食人魔最终的起源,在设定当中,高精灵的学者是普遍认为 食人魔也是古圣当年创造出来用来对抗混沌的 但是古圣创造食人魔的时间是晚于西人、精灵、矮人以及人类这些种族的 也就是在食人魔刚刚被创造出来之后,古圣还没有来得及完善这个种族 混沌势力就开始大举入侵整个奇幻战锤世界 因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虽然食人魔都有超强的战斗力 但是同时他们都有过度的食欲 起初食人魔所在的地方就是与震旦交界处一片物产非常丰富的大草原 当时他们在与震旦进行贸易的同时也学会了生活技术和简单的冶炼技术 但是在之后随着食人魔人口的膨胀则是出现了食人魔截掠震荡城镇 偷吃震荡人的情况 那虽然当时震荡隆地就是逐渐改变了对食人魔的态度 在之后不久就是我在之前讲震荡兵种的时候提到的 一颗小行星是坠落到了食人魔当时的中心地带 三分之二的食人魔在当时是因此丧命 而接下来更致命的是受这次三难的影响 原本食人魔所在的大草原则变成了贫瘠的沙漠 但是食人魔的食欲不仅没有因此而缩减 反而是变得更加强烈 也因此当时在食人魔中间也出现了同类相识 真正的弱肉强食的局面 而由于通往东方震荡的道路在当时都被小行星撞击 产生的有毒气体阻隔 所以在之后活下来的食人魔不得不向西部的远古巨人之地这里迁徙 而在这里当时食人魔是发现了隐居在此的天空泰坦 我们知道在设定当中天空泰坦就是一种体型超大的巨人 那简单来说在奇幻战锤世界当中 现有的巨人对于当时的天空泰坦来说就是矮人 那显然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食人魔在当时肯定不是天空泰坦的对手 但是由于天空泰坦都是分散居住在远古巨人之地的各个山头 而食人魔当时则是成群集体狩猎 所以经过十多年的持续战斗 最终远古巨人之地这里的天空泰坦是几乎被食人魔猎杀殆尽 那在此之后再次面临食物短缺的食人魔则开始继续向西迁徙 这样他们在接下来就到达了相比于远古巨人之地生存环境更好的爱上山脉这里 当然在当时也有一部分食人魔是选择继续留在远古之地的群山当中 那这群食人魔在之后就是退化成了血怪食人魔 当时抵达爱上山脉的大部分食人魔在这片区域则是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开荒战争以及捕猎活动 一直是生存到奇幻战锤的现代这个时间点 当然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食人魔也经历了众多的战斗 例如这其中就有他们曾经是把生存在这里的龙魔驱赶到了北方靠近混沌荒原的地区 接着又猎杀了当时活跃在南方闹鬼森林当中的大量野兽人 但是在食人魔向黑暗之地扩张的时候 他们在与混沌矮人的战斗当中却多次遭遇失败 当然混沌矮人所在的黑暗之地本身就是一片缺乏食物并且污染严重的区域 所以对于食人魔这个种族来说 黑暗之地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外我们知道当年从混沌矮人当中叛变的黑兽人 其中有一批是逃到了爱上山脉这里 而这些黑兽人在之后是与当地的食人魔部落也是产生了长久的矛盾 在之后的帝国立的590年 当年矮人在爱上山脉最后一个据点 卡拉克瓦拉格则是也被食人魔摧毁 那在之后 鼠人也曾经在帝国立的920年和940年之间通过他们的地下通道潜入到爱上山脉这里 但是当时食人魔则是借助他们驯化的剑尸虎的灵敏嗅觉 摧毁了鼠人当时在爱上山脉这里建立的巢穴 在接下来的帝国立的1001年一只巴托尼亚的探险骑士 也曾在猎杀怪物的过程当中到达过爱上山脉 但是这里最终成为了他们探险和生命的终点 而在最近的时间点也就是在帝国立的2512年 在爱上山脉的食人魔的雷霆之蹄部落 则是借助他们的犀牛兽的强大冲锋 把当时入侵的马努斯古墓王 义姆泽皮斯率领的一只古墓大军碾为骨粉 当然以上的这些战斗只是食人魔历史当中 一些相对小大规模的战斗 关于食人魔更为具体的历史事件 目前我也在翻译整理食人魔的年表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我的专栏看更为详细的设定 那虽然食人魔在历史当中 与七万战锤当中的其他种族都发生过众多的战斗 但是这个种族与其他种族并没有深仇大恨 因为食人魔只在乎能否获得食物 因此他们也没有什么派系立场 也就是只要其他种族能给他们提供食物 那食人魔部落有时候也愿意与他们进行合作 因此这也宣传了食人魔这个种族 一种普遍而又特殊的群体 就是我在之前讲震弹兵种的时候 也提到过的食人佣兵这种兵种 虽然我在上面提到了食人魔 是已经在埃昌山脉建立起了他们的食人魔王国 但大部分食人魔并不是在固定据点生存 他们当中的很多部落为了获取食物 不仅是经常在埃昌山脉这里迁徙 而且还会游荡到整个奇幻战锤世界的其他地区 那在其他种族的领地 食人魔有时候会通过战斗进行劫掠食物 但他们当中也有发现就是通过为其他种族提供佣兵 也能兵补血刃 从其他种族那里获得食物 因此在设定当中 食人魔的佣兵在帝国 矮人边境庆王岭 沃之地的绿皮部落当中 纳加罗斯的岸青岭当中 甚至是北方混沌的掠夺者军团当中都有出现 当然根据背景设定 食人魔的游牧部落如果出现在其他种族的领地当中 一方面是可能会让其他种族有机会招募到强大的食人魔佣兵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负面效果 就是食人魔会在他们的营地周围四处搜寻食物 也就是他们所到之处 只要有能吃的往往就会被截掠一空 所以如果放在游戏当中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 就是一只食人魔游牧部落出现在了我们控制的领地当中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与其开战 也可以选择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而后者则可以让我们招募一部分食人魔佣兵 但是带来的问题是 这只食人魔部落在当地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腐蚀 也就是会对我们领地内的发展和公共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另外在背景当中在外游荡的神庸兵或食人魔部落 一般都会重新回到哀伤山脉 并且食人魔也有一个朝圣的传统 就是他们一生当中一般是要去一趟大卫深渊 也就是当年的颗小行星坠落后形成的巨坑的所在地 因为在背景当中不论是食人魔走到哪里 他们体内都有一种声音 就是持续呼唤他们去大卫深渊 而这个神奇的地方也成为了食人魔主要的信仰 或者应该说是他们敬畏的一位神明 食人魔去大卫深渊朝圣的道路 也就是他们与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象牙之路 而目前控制象牙之路的就是整个食人魔王国 目前最富有的部落 也就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 格雷瑟斯所在的禁崖部落 当然食人魔王国在背景当中只是名义上的统一 也就是王国当中各个部落只是名义上承认禁崖部落的统治地位 而在具体的活动当中 食人魔主要还是以各自所在的部落为基础 食人魔部落的具体组织形式也有些类似于绿皮部落 也就是他们的部落首领就是他们当中战斗力最强悍的 而首领的更换也是通过下层食人魔单挑 现任首领的方式进行的 在食人魔的部落经济方面 目前只有少数食人魔部落知道使用货币进行贸易 而大部分食人魔的部落还是采用一物一物的方式 那就比如有的食人魔部落是会通过卖给馄饨矮人食人魔奴隶 来换取馄饨矮人铸造的火炮或者是其他近战武器 当然食人魔最大的需求可能还是他们的食物 因此这一点如果在未来的游戏当中 可能也会和目前我们看到的属人的粮食机制会有类似的地方 也就是每个食人魔部落粮食的供应量 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部落的公共秩序 发展以及他们的军队战斗力 另外在食人魔部落当中 一般也存在大量的 劳布拉这种体型更小的地精 在背景历史当中 这种地精最初是为了摆脱 混沌矮人残酷的奴隶制度 而选择投靠了食人魔部落 同时因为他们一般都是身材枯瘦 所以食人魔对劳布拉帝精也不感兴趣 另外他们也发现 劳布拉帝精也可以帮助他们搬运物品 安置狩猎陷阱 或者是在战斗当中充当炮灰 所以很多食人魔部落当中 都有大量劳布拉帝精的存在 那最后就是食人魔这个种族的个体 除了是有过高的食欲之外 其实他们本身也具备了很多的优势 和矮人一样 他们也是有魔法抗性 并且自然寿命也是非常长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体型是更加强壮庞大的 在背景当中 成年的食人魔一般是有两个普通人类的身高 具体关于食人魔的装备特点和战斗特点 我会在下一部视频当中做详细的介绍 那今天这部讲述食人魔背景历史的视频 也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那更多关于食人魔设定的资料 我在后续也会发现一些GW的官方资料 放在我的B站专栏当中 那这里是小编评词的B站频道 欢迎大家关注赛联或者是打赏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